大家好 我是阿天 這一個這個音示錄呢即將又要改版了 是V1.8 所以說呢這邊有一個這個叫做18update的這個對換碼 然後除此之外呢現在還是在這個聖誕節對換碼的期間 什麼2022.1213.2022.1214 每天早上8點之後呢 就可以輸入當日的這個年月日的數字 就可以獲得這一些禮物 像這個2022.1213的話 今天是60個紫色水平也是很不錯 所以說呢這邊18update又有10抽囉 然後呢這一次更新的話呢我們來看一下公告 這一次更新的主要就是多了這一隻新的角色 就是這一個叫做絕對2的麥爾坎 那這隻角色呢他的特色就是大招 他開了大招之後呢他會讓攻擊力最高的這個我軍 獲得攻擊力跟這個攻擊速度加成 而且重點是會一直持續到戰鬥結束 一直持續到戰鬥結束喔 所以說呢這個是非常非常好用的這個大招技能 然後呢這個如果說他第一次開大之後呢 因為持續到戰鬥結束嘛 所以他就不需要說再給攻擊力最高的人再上一次buff 所以他第二次開大呢他就會給這個攻擊力第二高的人上buff 然後再來再開大呢就會給第三個人第四個人 好那這樣子他開了四次大招之後呢 他因為這個招式他不會給自己 然後呢再來他就不會再開大了 因為大家都已經吃到吃到這個buff了 所以說呢這一隻角色呢你單單是一個紫色就可以用 而且呢相信他出現之後呢 你會常常在全面戰的這個排行裡面看到 呃這些排名前幾名的這個的玩家都有用到這一隻角色喔 所以呢這一隻角色呢基本上是這個 呃這個什麼全面戰齁又或者是公會戰boss啊 打高商活動後的人權角色 所以你至少至少要抽出一隻來齁 要抽出一隻來齁 就跟你跟那個樣子一樣齁 一隻就可以用了 然後跟以希傑也是一樣 所以說呢不管怎麼樣齁 這隻角色就是值得齁抽出一隻來齁 好那這一個的話就是呃這個v1.8改版新增的角色 然後另外呢多了這個保稅倉庫 就不知道是什麼樣的機子齁 這個到時候我們再來看看吧 保稅倉庫三種通關獎勵 呃不知道耶齁 上次上次的那個活動啊什麼什麼地堡嗎 就是我們的那個就是建議員真的那一個 的那個什麼呃那個 顛峰欸那個那個那個叫做什麼 呃全球錦標賽啦齁 這個有三種通關獎勵挑戰不同難度 這種該這個該不會是祕寶俠彎吧 對不對齁 可能是一個月一次的這個祕寶俠彎嗎齁 好了那不是很確定啊 那總而言之齁 齁這是v1.8的這個改版 然後12月20號會有相關的這個更新公告 也許下個禮拜就會更新齁 好那所以說呢這隻 呃新的這個絕對額的角色麥爾坎齁 簡單介紹就是 欸不管三七二十一你先抽出一隻齁就可以了 好了那影片就到這個地方了 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我們下次見拜拜 我還在卡戰利亞 我還在卡戰利亞